至于接地井基本上可以分为供电系统的接地井和防雷系统的接地井 首先讲一下供电系统接地井的方法 工员们首先按照批准的图纸在指定的位置画上记号 然后再将铜棒打入地下 接着再量出接地级的阻抗值 如果阻抗值超过1欧亩的话 就要用标准的接駁配件将其接不到另一只铜棒上再打入地下 又或者在距离接地井不少于3.5米的位置打入另一只铜棒 而两只铜棒之间要用镀芯铜带来连接 并要用塑料套管加以保护 而且还要埋在至少600mm深的地下 直到阻抗值小于1欧亩为止 记住铜带和铜棒之间要有清晰的标签显示 没错 当完成了供电系统接地井的工序之后 就要用一根相等于25mm乘3mm的镀芯铜带 连接到将来的总配电式的总接地端子上 至于防雷系统接地井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只是阻抗值不能超过10欧亩 防雷系统接地井的接拨方法 首先是要选定适当尺寸的附加钢筋作为引下线 而且引下线必须垂直 每个接口位都要焊接饱满 并且通过低电阻值来进行测试 接着再将接地端子收在接线盒里面 端尾穿过接线盒 并接不到之前的引下线上 而接线盒就必须要稳固地安装在钢筋板上面 接线盒和接地井之间 就要用穿有相当于25mm乘3mm的铜带连接 并用直径32mm的暗幅电线管加以保护 而铜带的两端就要分别接拨到接地端子上和防连接地井上 当整栋楼建到一半的时候 就要做好变电室和总配电室 变电室要交由电力公司装上变电器 总配电室就要装上配电柜 国强 我要考你一下了 配电柜在出厂前要注意些什么呢 当然一定要先试验好了 首先检查配电柜是否根据测试证明书 Tep Test Certificate模式来安装 接着再拥有校准证明书的仪器来做测试 其中包括欧姆表 高压交流实验变压器 直流高压实验器 相位表 以及微阻剂等等 首先要做机械的测试和功能的测试 也就是Mechanical Test和Functional Checks 看继电器的转动是否流畅 接触点是否干净 玻璃面和电圈之间的密封是否良好 以及重置部分的运作是否正常 接着每个开关制都要测试一下有没有问题 最后再检查所有的控制线路和指示灯操作 都正常了才算合格 跟着呢就要用欧姆表做绝缘的测试 Insolation Test 测试铜母线和铜母线之间 以及铜母线对地面的组织 要不能低于一兆欧 然后再进行高压测试 测试铜母线是否一分钟可以承受由高压交流 测试验变压器所产生的2000伏特的电压 测试铜母线的时间是否正常 最后检查护感器的位置 也就是Polaritas 以及铜母线接驳位的组织 Dr.Test是否低于0.3毫欧姆 如果全都合格了 这台配电柜就可以出厂运到工地了